在我身边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全新的 Nissan Almera 它总共有三个等级 入门款 中等款 还有顶级款 其实这个 Nissan Almera 新一代车型有几个特点 就是全车系标配 1.0 的三缸涡轮子加引擎 还有全车系都标配 AEB 自动紧急刹车 今天呢 我们就会带大家去看看这三辆车有什么特别 然后要提醒大家是在我身边这辆白色的 这个其实就是最入门款 我们会先看一看这款车 首先我们要先说全新 Almera 的外观设计 虽然说这辆车已经出现很久了 但是大家对于这台车应该还是有点陌生 上一代的 Almera 设计 是比较平庸 成熟 稳重的设计 但是这一代完全就变成了一个日本的小帅哥 首先它采用了这个 Hot Nissan 最新的 V-Motion 设计 你可以看到很大的 V 型的镀铬的水箱护罩 然后它的这个头灯组变得非常的尖锐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啊 在这个入门版跟中等款的这个头灯组 还是传统的鲁树灯泡 你要全 LED 的头灯组 只有在这个顶级版的车型才可以看到 它这个 LED 包括了这个雾灯都是 可是顶级版才有 另外你可以看到这个水箱护罩 其实它是一个平面的设计 这代表什么 它 built in 了这个雷达 它全车系都标配 AEB 还有这个前方撞击液晶 这个在目前本地的车款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一次 Nissan 对于这个 Almera 上面 诚意是非常足够的 接下来在我身旁这辆 橙色的就是中等款的 Almera 在中等款还有顶级版的车型上面 他们都采用了这个16寸的轮圈 而且这个轮圈的这个 设计啊还蛮好看的 它采用这个双色调的设计 然后它的尺寸很大哦 它是2055 R16 宽度很大 所以在稳定项上面也有一点帮助 如果你是买到最入门的那个 Almera 它的尺寸只有15寸 然后虽然也是这个 铝制轮圈啊 但是这个铝制轮圈的这个设计就比较 简约一点点啦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层色的车身上面啊 它整个线条是比较突出的 尤其是它的车尾C pillar 部分 它是采用了一个悬浮式车顶的设计 看起来还蛮东感的 接下来我们去看它的车尾 在这个车尾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基本上是这个缩小版 Ultima的设计 看起来也是蛮帅的 而且它还有内建这个LED的光条 看起来识别度更高 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Turbo的名牌让你知道 这辆车是Turbo的 打开这个车尾箱 这个车尾箱的空间表现虽然没有City那么惊艳 但是因为它这个门槛比较低的关系 所以你在搬放重物的时候啊 其实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它的这个后座还支持64椅背分离倾倒 这个功能是泰国版的Almera所没有的 拥有这个64椅背倾倒就代表着 如果你以后去买东西啊 有体积比较大的东西 你要运载这些东西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难度 如果你是买到了顶级版的Almera 它还有这个 黑色的钢琴黑小尾翼 看起来运动化的感受更强烈 至于这个车的下方啊 不管你是买到哪一个等级的车型啊 它都有一个扰流器的设计 看起来运动感的感受更强烈 重点是它还有一个carbon fiber的贴纸做点缀 内装方面我们从这个入门版的Almera开始看起 作为入门版它真的很入门 你可以看到这个座椅就算它是 双色调的设计但是没有皮革 然后整个中控台 都是硬的而且 很少别的材质做点缀 中间没有出屏主机 但是这个音响主机呢 可以通过USB啊 3.5mm的接口 或者是蓝压来做连接 然后这个冷气的控制面板 也是这个传统的旋钮式的 不过手感也不是很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排挡杆 这个引擎启动键 还有手刹车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引擎启动键 是全车系的标配 然后在这个排挡杆上面 还有这个仪表这边旁边 有一点点的这个carbon fiber的贴纸做点缀 重点是 这辆车其实是有Sport模式的 只是它的Sport模式是在这个排挡杆这边有一个按键 你按下去 就是Sport模式了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在这个仪表 在这个Law Spec是采用传统的双指针仪表 如果是在这个中等款或者是顶级款啊 它就是采用这个半数位化仪表 也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这个彩色荧幕 来取代这个传统的指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等款还有顶级款的这个内装设计 来到的这个中等款啊 看下去就是新旷神仪跟这个入门版差太远了 虽然整体的设计还是一样 但是在这个 中等款还有顶级款的中间多了一个白色的这个皮革 看下去这个质感瞬间提升了很多很多 然后接下来中间这个8寸的这个触屏主机啊 它是支援这个Apple CarPlay的 所以在你使用的时候其实非常方便 你连接你的iPhone手机就可以在这个 萤幕上面 使用你的Waze啊 Spotify 等等 这个是目前很多车款已经有的配备了 再来就是整个这个中控台你可以看到 皮革的座椅啊 然后皮革的中央扶手啊 整台车的质感瞬间上来了 如果你很在意质感的话 我觉得你去看这个Mi SPAC或者是看这个High SPAC 就好了 这个Almera的后座空间表现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那么惊艳啊 它的脚部空间其实不错 有差不多接近一个拳头三个指头 但是头部的空间就少了一点 然后这个座椅的设定方面啊 前座的座椅真的很舒服 可是后面的就偏硬了 所以导致说 长途驾驶的话后座乘客可能会有不舒服 但是它还是有这个中央扶手啦 还可以做的比较写意一点 再来一点这辆车最大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后座的冷气出风口啊 对马来西亚市场来说其实非常的重要 但是Almera竟然没有 这个就有点难以接受了 它只给你一个USB 接下来 我们就讲到这一个Nissan Almera的安全配备 首先 全车系AEV 不管你是买到Loss spec、Miss spec还是High spec 都有AEV还有前方撞击预警 这个真的要给Nissan一个很大的赞 再来Loss spec两个Airbag Miss spec、High spec六个Airbag 然后这些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循迹放发系统 ABS 都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另外在顶级版还多了这个 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还有物体移动侦测功能 所以在安全配备上面 这个顶级版的Almera 是最强的 这一次 Nissan的成语终于到位了 他们也直接讲 马来西亚版本的Almera 是东南亚配备最好的Almera 这个引擎呢 是这一次Almera 大改款的重点 它采用的是代号为 HR10DET的 1.0公升三缸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00PS 峰值扭力152Nm 虽然我们看数据 它跟之前的1.5公升的 自然进行引擎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 实际上这具引擎 因为它是涡轮引擎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 峰值扭力 可以在低转速就爆发 加上变速箱从原本的4AT 换成了 新一代的CVT 所以整台车的这个动力响应表现更出色 关于这个1.0的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啦 内上有两具1.0的涡轮增压引擎 一个是这个HR10DET 还有一个就是HR10DET 两具引擎的最大差别就是 这个是没有缸内直喷的 另外一具是有缸内直喷的 有缸内直喷的引擎 因为这个缸内直喷技术的关系 所以它的马力更大 它可以达到117PS 峰值扭力更是达到170Nm 但是因为有缸内直喷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 日后的维修成本啊 它的Maintenance Cost 会高一点 所以Nissan才会采用这一具 没有缸内直喷的 1.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它就是 日后的这个维修成本会比较高 OK 现在我们是 试驾这个 全新的这个Amera Turbo 首先第1个感觉就是 一开始了Engine过后 虽然说是3缸 可是它不抖 其实它真的不会抖 你看踩油不厚 那这个 可能因为 速度比较低的关系 你真的是feel不到够抖 可是 这个感觉我觉得跟之前的 那个Amera 1.5的那个 FORC 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个应该是在这个 Engine Mounting上面的过程 是真的是下来的 而且整体来讲 这个隔音有surprise啊 所以我相信这两层你自己也是驾过了 对 你有什么感想你要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们就感觉到它的power 是有很多的 对耶 其实你看之前的那个 1.5N8是多少 HP 1.5N8的HP 是102 102 这个是100而已 对不对 现在是100而已 你看它虽然是讲低了两个PS 可是加起来你感觉 可能是因为 Turbo 它 在比较低的转速它的 投流出来的关系 对 所以你觉得 球长者还更有力 更有力 过后 Top 3 比以前更高 是啊 现在的Top 3 是可以走到180 可以到180 以前是175 然后你们有这个 4X的0到100 0到100我们试过是 大概11秒 也合理啊 其实B-Sengman的车11秒就是可以 这个是你们是在马来西亚测试的吗 马来西亚 两个人在车里面 0到100大概11秒 大概11秒 OK啊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 天气比较热然后engine会有那个热准 所以 我觉得11秒还是OK的 重点是在这个因为它Turbo的关系啊 所以 它在那个 低转速的时候你出入口你不会有那种在它踩的回去的感觉 啊那个就是 我们说Turbo Leg 对啊 你没有那个Turbo Leg的感觉 对对 它比较 它很Smooth 它也不会像就是 一般的Turbo那样 它不会像一般Turbo就是很充 它就很Smooth 有一些Turbo你一踩它就太多Power了 对对对 其实真的最Surprise的engine不会动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Engine 这个 Engine 是 没有Direct Inversion 吗 对对 没有 它是用了那个 Multi-Point Inversion 吗 它的 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在于就是它 以后就是你使用了大概是几年后 然后你不会有那种喷嘴阻塞啊 也是 Long Maintenance Cost 这样子驾了一段路 因为 Grand Manny 这边路是比较烂一点的 所以是 可以真的感觉到它的 Suspension 是比较 它的 Suspension 是比较舒服的那种 Tuning 已经我们比较可以讲 它是 Absorb 那种 Bumpy 比较好声啊 对对对 你看这种路 你不会有那种 如果是你 Suspension Tuning 比较硬的话 你过这种不平的路是 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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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要感觉到很舒服又很舒服 它是那种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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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感觉是舒服的 然后 这辆车的隔平真的是不舒服 所以你过那种 比较 Bumpy 的路 你不会感觉到好像以前的车 对对 一过你就 DONG 这样 它把那个阵吸到很 它 Absorb 那个 Bump 对对对 它把那个水阵吸到很好 然后只是比较可惜 这边的路况不美 所以试不到那一个加速 是真的 你看我刚才把那个 RPM 我踩到大概是3000多 它 Engine 还是不会多 对 这个有 surprise 这个真的有 surprise 你介意我打开 Engine 然后放一瓶水上去 它会不会多吗 会 如果你看 Engine 它就会 没有 我这个是开玩笑的 好 这个是肯定的 只是它可以把这个 它可以把这个 它是 Engine 会懂 可是它做到你在 cabin 里面 你不会感觉到那个东西 对 然后 然后 就好像普通一个 这个 Bison 的 Engine 一样 对对 好像是 Bison 的 Engine 一样 然后重点是 这辆车这样子驾起来 真的很 很顺手啊 我那个感觉是 你不用去 你不用去花一个时间去习惯它 然后就 就很 User Friendly 对吧 对对很 User Friendly 你拿到车你就 一定会 一定会用啦 对 就是一定是 你 Start 了 Engine 过后 你就可以回家了 你不用花时间去适应它 适应它的那种特性 然后 重点是这个 Meter 现在大太阳 这个 Meter 不会反光 然后看到很清楚 因为 Normally 这种 Digital Meter 很多啦 我遇到就是 你在大太阳底下架的时候 它会反光 然后你看不清它 这个 我觉得很不错 而且这个 这个其实也不会反光 这个也是 这个也不会反光 然后这个整个的质感很好 因为它是 Angle 比较 对对对 所以它是比较 整辆车这个 Interface 就是 很 User Friendly 就好像一个人 不会车的东西也是会用 对对对 这整个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啦 你看这种出入口 这个 Link 一踩它就来 跟你讲 虽然是讲这一个圈 这样子是 接触到的东西是比较少 只是 可是 你还是可以 Feel 到它的一些特性啦 就是 Engine 不大 然后车的隔音很好 这个油门很轻 然后加上它的 Suspension Tuning 很好 Tuning 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应该是一个 比较 然后 for 小家庭 用的车是很适合的啦 你不会觉得车好像很重 对对对 开起来很轻 然后 Staring 也很好转 在 City Drive 很容易 对 这个是重点的 这个是以前很多的 我觉得很多的 Brand 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 Malaysia 很多人都是开车 City Drive 对 所以这个 Staring 然后整辆车的 感觉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一次你 parking 好像你摆来摆去 也是比较容易 对对对 这一点我觉得上一代 Almeya 很差 对 可是这一代就做得很好 因为其实你在 Highway 你动 Staring 的时间是不太多 因为你是直直的嘛 直直走的 直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改道真的是不错 这个 Engine 的动力是真的 有点小 Surprise 啦 真的有点小 Surprise 啦 不是很暴力 它不是很冲 可是整个感觉是很轻 你会感觉到好像 1.5 的 Na 这样 嗯 又很顺 过后你 踩油 它又不会给你太多 Power 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 Turbo 你踩油啊 你好像你 很冲 你一踩它就很冲 对 然后这个 CVT 的 CVT 的 Tuning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 好 这个是新的 CVT Row 我们加进去的那个 B Step Logic 就是你会感觉到它有 Shift Gear 的感觉 嗯 对 然后整个 CVT 的反应就是 你一踩下去就是它有那个动作 它不会有 哦 它不会好像有 Lack 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驾 CVT 的车 然后那个牌子的 CVT 不是那么好啦 所以你真的是 Feel 到很大的差别 可以啦 这样子驾完一圈 虽然讲真的是感受不到太神的东西 可是 最起码你对这辆车的印象就是好啊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全新一代的 Nissan Almera 的这个 简短的新车介绍 这辆车呢 在 9 月 5 号开始 就会正式的公开预定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明天开始就可以去展示厅试车啦 另外呢 以后有机会 我们也会为大家做一个更完整的新车介绍 因为今天的这个试驾时间真的太短了 我们只可以体验一下基本的这个东西啊 不过这辆车还是让我相当惊艳的 那么这个 B Segment 市场啊 会不会因为它的角距而出现改变呢 我是非常期待的 好啦 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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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